大家好,我是Lulu 我是Mariano 之前我们分享了先延迟再加速的五步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先加速再延迟的五步 根据难易程度呢 我们将这个步子分为了初级和高级两个版本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初级版本的五步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从引带者和跟随者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五步 这儿是一个简单的简单 我们都知道的一段时间 因为他们只是一段时间开始 是一段时间再到一段时间 最重要的是一个更多的更容易 就是关注一些的一段时间 的速度,的速度 stays有的 在有时候我们的改积 的设计 因为我们有一个挥动 也要像在等一步了,然后有更加稳定的步驶 首先我们需要更确实的步驶 把握握一起分配 或者特别拦搽 希望这些步驶是更确实的步驶 譬如目指南和拉并向是两面的步驶 速度 一旦 跟鞋放入 然后用鞋放在鞋 我们放在鞋放入鞋 然后保持下跌的脚步 我们找出交往左方向 然后往左方向 转称的力量 让我们有相加上的反应 跟脖子很快 接著靠着脖子 靠着脖子 向脖子 向脖子 一旦 完成了 把脖子 向脖子 可以把脖子 做成了一类 一旦 可以解释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女士的部分 我想马莲娜刚刚也说了 这个脖子对于所有人来说 应该是没有难度的 因为它就是侧部,后部,侧部,后部 符合来说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需要掌握的是这三种 不同的速度的技巧 大家注意看,这一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正常的速度 在这个正常的速度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核心 移动的情况 是出脚 核心转移 再出脚 再核心转移 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核心 是有一个转移的过程的 从我的前脚到后脚 前脚到后脚 这个过程是有转移的 那当我需要做到加速的时候呢 如果我使用正常速度的这个重心转移 是核心转移的话 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出一个加速的效果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怎么做的呢 我出脚了以后 我的重心想要转移到后脚 但是呢,它只转移到中间的时候 我的后脚就已经又出去了 所以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就好像我的重心 被转移到了一个中转站 中转站呢,就是在我的两脚之间的位置 因为我的脚在快速的出脚 所以呢,我的核心 也就是我的身体的重心 就会一直保留在一个中转站的一个状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在做加速的时候 我的核心基本上 它是保持在两个脚之间的位置 它既不在我的后脚上 也不在我的前脚上 它正好是一个处在中间的这么的一个状态 好,那我们来看第三种 第三种 这种速度呢,是一个延迟的效果 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我要先确定我的落脚点 那很多人可能会说 这落脚点好像没什么疑问嘛 不就是右脚吗? 确实是这样子 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落脚点具体在脚的哪个位置 大家注意看 如果说我的落脚点是在我的脚的外侧的话 那么我的重心就会超出我们的拥抱的范围 所以我的站立腿必须要把重心维持在 首先维持在我的脚的内侧的这一条线 然后在我收回自由脚的过程当中呢 它会慢慢的转移到我的脚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然后需要注意的是 在我转移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不是一个收脚的一个过程 其实是一个收核心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在收脚的时候 我的核心也跟着收回来 并且呢,在缓缓的回到我的正常高度 接下来呢,我就可以做一个比如说 拉比斯这样子的一个中式不一样的效果 你就可以进入到正常的步子 就是我们接下来直接进入到下面的步子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 帮助视频获得更多推荐 下一期呢,我们将会继续分享 先延迟后加速的高级板步子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直接点击 评论区的置顶链接查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